诚意古装男神在出击 英雄志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英雄志张嘉尼解禁复出 诚意 李一同主演 武侠剧志有望年末播出 剧集制作精良 演员阵容强大 有望掀起武侠热潮 成为国产剧新希望 张嘉尼解禁 英雄志再燃开播希望 诚意 李一同古装武侠剧志 年末冲击年度大剧榜 张嘉尼复出 英雄志破浪而来 悬疑在线年末档期 英雄志从筹备至今 可谓一波三折 女二号张嘉尼 因时尚活动引发争议 一度被封禁 而剧集播出也因此搁置 她的付出解禁 让这部备受期待的国产武侠剧 再度燃起了开播希望 尤其是对诚意 李一同等清新出演的演员们而言 更是一种 努力终将得到回报的标志 不仅如此 近期传言剧集将加快播出进程 有望在年末档期亮相 这一进展 无意振奋了众多剧迷 回顾这部剧的波折 不难感受到 诚意等演员 为这部剧所付出的心血和情感投入 这不仅是一部剧的回归 更像是他们与观众之间的 一场久别重逢的约定 古装武侠新标杆 英雄志的故事线与制作亮点 英雄志改编自知名作家孙小的同名小说 原著 以扣人心弦的江湖纷争 和家国情怀而著称 故事围绕一张神秘羊皮卷展开 将江湖 朝堂 战争等元素 融合其中 剧集在情节设计上 忠实于原著风格 同时凸显主角们命运曲折的成长之路 让观众在紧凑的剧情中 见证角色的蜕变与成长 从此前的预告片可以看出 剧集不仅打戏流畅 还原真实 浮化到更是精美至极 为观众营造出 极附带入感的视觉享受 处处显示出 该剧精良的制作水准 特别是在战争场面的刻画上 运用了大量的真实道具和实景拍摄 让整个画面更具厚重感 也为观众带来了身临其境的观剧体验 诚意再度出击 扛起武侠新一代 从莲花楼到英雄志 作为英雄志的男主角 诚意在这部剧中 饰演一位身处江湖纷争中的侠客 他以其独特的表演魅力 将角色的英勇 正直与细腻 展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剧中的各种打戏中 诚意不仅挑战了多个高难度动作 还险些受伤 他在全副武装的战甲造型下 依旧不减其俊逸形象 而一身黄衣战甲 更凸显了角色的英勇形象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 无疑让人期待满满 诚意在莲花楼里的出色表现 早已让他成为观众心目中的 古装武侠代表 而英雄志的播出 将会为他的职业生涯 再添亮眼一笔 诚意以真实的演技 和亲身体验的敬业精神 让观众感受到 他对于角色的极致投入 若剧集顺利播出 诚意极有可能收获又一部代表作 为其古装男神形象 在天分量 李一同 颜值与演技的完美融合 作为英雄志的女主 李一同的实力与颜值 同样不容小觑 早在《剑王朝》 《九霄寒夜暖》等剧中 他就凭借精湛的演技 和出众的古装造型 赢得了观众的青睐 此次在《英雄志》中 他的红衣造型 再度引发观众期待 气质温柔中不失果感 搭配诚意的角色 更让人感受到一种 英姿萨爽的侠女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 在已曝光的片段中 李一同与诚意的默契互动 让两人形成了 非常有趣的CP感 时而深情 时而调皮 让人忍不住期待 他们在剧中的感情线 如何展开 李一同的古装美貌 和自然演技 进一步为剧集 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群星阵容 肖顺瑶 包尚恩等助阵 增添热度与看点 除了主角诚意和李一同 剧中的配角阵容 也不容忽视 肖顺瑶 包尚恩 郑叶诚等人气演员的加盟 为该剧提供了 更多的话题与热度 尤其是肖顺瑶和郑叶诚 他们的演技实力 以及高人气 无疑会为英雄志增色不少 丰富了剧集的整体质感 此外 王千元 柳云龙等资深演员的参与 更是为剧集带来了质的提升 他们的深厚表演功力 将会给剧中角色 增添层次感 特别是在一些复杂情节 和心理戏的呈现上 将带来精彩的演技碰撞 为剧集的口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雄志播出前景展望 国产武侠剧的 新希望 纵观当前的国产剧市场 古装武侠题材 已然成为观众关注的热门主题 而英雄志 凭借其丰富的故事情节 和实力派演员阵容 有望在播出后 掀起新的武侠热潮 诚意和李一同的演技搭配 加上其他实力派演员的助阵 使得该剧具备了爆款前置 如果英雄志能如期播出 这无疑将成为 年末档期的热门剧集之一 作为承载了许多武侠迷们 希望的作品 英雄志有望让观众 重温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 重燃对武侠世界的向往 诚意 李一同等演员的加盟 使得这部剧既有颜值 又有实力 为国产剧市场 注入了新鲜血液 诚意的武侠之路 从影迷心中的 侠 到影评上的英雄 诚意的成长历程 不禁让人感叹 回顾他从青云志 琉璃 到莲花楼的出演经历 诚意无疑是将古装武侠角色 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典范 在英雄志里 他将一个背负家国情怀的男儿形象 塑造得深刻真实 诚意所展现的 不仅是高难度的打戏技巧 更是角色身上的沉重担当与坚持 诚意以精湛的演技 和无私的付出 让观众感受到 侠 字的真正含义 也正因为他对角色的真情投入 才让英雄志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作为观众 我们不禁为他在剧中的表现喝彩 同时也期待他能够通过这部作品 再度提升影响力 成为名副其实的武侠男神 吸引观众的情感共鸣 家国情怀与江湖儿女情长 英雄志除了打斗场景和辉弘战争 还以家国情怀为核心 描绘了在动荡年代下的英雄人物 和侠客豪情 剧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因国家兴亡而经历考验 这种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的情感冲突 无疑让观众对剧集充满了情感共鸣 剧中塑造的江湖不仅是快意恩仇的地方 更是英雄人物践行理想的舞台 而剧集在刻画人物心理与情感时 融入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 充满灵魂的角色 这正是英雄志独具魅力的地方 总结 期待英雄志点燃年末收视狂潮 英雄志若能如期播出 不仅将成为年末档期的焦点 还将掀起新一轮的武侠热潮 诚意 李一同等演员的表现 使得这部剧的情感冲击力和视觉冲击力同样出色 不论是老派武侠迷还是新生代观众 都能在这部剧中找到共鸣 诚意的再度突破张嘉尼的付出 以及其他演员的精彩演绎 使得英雄志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 我们期待这部倾心打造的武侠剧制 带给观众更多的震撼与感动 唤起观众对英雄情怀的向往 真正成为国产剧市场的新希望